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小企业组还可以延期支付薪资税 一半是延至12月31号 另外一半可以延到2022 还有就是暂停对禁营业亏损的限制 企业在2018、2019和今年产生的禁营业的亏损 可以抵减前五年的纳税额 再有呢就是对非住宅建筑的改善 可以一次性的百分之百的扣除 无需39年的择救扣除 亲众朋友 别人救助呢 只能救一时 自己的财务自救才是丧丧策 想要幸福安稳 需要稳健的终身退休金和长期护理的财务策略 如果你想更多了解在新冠疫情下 个人和公司的税务优惠的更新 稳健财富的增值策略 邀请您随时电话或视频咨询 提醒大家 微中有机 势在人为 积极应变 变中取胜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小企业税收优惠的特别节目 我是昨夜国际税务和财富管理的Jenny Chen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财富满意 通风吹战鼓雷 税务投资您找谁 当时国税局注册税务师 和百万元桌顶级理财师Jenny Chen 我是王医生 多谢Jenny完整税务规划 让我的财富结税最大 资产增值最强 我们是工程师 多谢Jenny完美退休保险计划 可早日实现时间和财富自由 我们是房东 多谢Jenny房地产投资结税策略 省税友方安心放心 卓越人生财税解码 卓越财税Jenny Chen 本周末讲座报名 877-253-8288 877-253-8288 资深全面理财师Helen Ho 拥有19年专业经验 谈论当下几种理财策略 Go Game Material Founder 相送解读贷款市场最新变化 以及热销贷款产品推荐 德利洋地产公司 买方经济Annie Watson 剖析房地产市场现状 买房注意事项 以及最新上市屋介绍 5月23、24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漫谈好时光 本节目由欧洲休闲品牌 Alps Velo 三折电动助力自行车 独家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 现在我们来一段精彩的访谈 访谈的对象是 范宇集团财务规划总监 及首席退休规划顾问 Joseph Lee Joseph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Joseph 我们今天来谈的是年金 现在的人觉得自己的寿命都越来越长 并且有一点过分担心自己的寿命长 就怕自己的收入 还有自己的财产不够 有解决的方法吗 尤其是在固定收入方面 对越来越年长的人 就是格外的需要了 对你讲的没有错啊 现在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说人都可以活到八十几岁九十岁 尤其是我们的一些长辈啊 我们的朋友我们都发现 他们的老八九十岁还是继续活得很好 那么关于你刚刚讲的就是固定收 guarantee income 是这样的 当我们小孩子做minor的时候 我们的固定收入就是父母就给我们的嘛 我们吃的穿的学校上课用的东西都是父母给我们的 对 那么当我们做事的时候呢 我们有工作 那么只要有工作 我们赚的钱 老板给的或者我们自己做生意 我们赚的 但是当你退休的时候 你的唯一的固定收入就只有收入食肯定 其他没有了 但是收入食肯定很少啊 现在最高最多的是三千零十一块一个月 嗯 一般人是一千四百块 你说够不够 不够 所以这个固定收入很重要 guarantee income 固定收入非常重要 除了退休金就是政府发给我们的这个福利之外啊 如果自己过去任职的公司是有pension那当然是更好 但是现在有几家公司可以提供员工有固定的收入就是pension呢 所以我们自己必须要创造一个私人的pension plan 就是这个意思是吧 是这样子啊 有很多人认为说 比如说41k或者公司的pension plan 那就是guarantee income 那不是的啊 你到了退休的时候或者离职的时候 公司是把那个你的41k一笔钱给你 一笔钱给你的话 你比如说你拿到50万 你把它就算放在银行 银行只有一点多个pension 你这个钱不是guarantee income 你如果是一点多 你只有7000多个一年 你可能你要拿3万出来 你没几年就拿光了 你说好那我就放在股票公司 可是你股票公司听过没有 41k变出国1k 股市跌得很厉害 对 那像就是今年的话 也是从1月到3月我们跌了40个pension 所以呢 这些都不是guarantee income 唯一有guarantee income 我给你报告一下 在美国这个就是说有提供guarantee income 那只有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有一个产品叫做年金 那是guarantee的 对 你今天你把一笔钱给他 或者是你分期给他 到了你退休要用的时候 他就guarantee 他给你一个保证的 讲好的一个contract 讲好的 年金就是一个contract 比如他说我付你3万块一年 付你一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 如果多出来的没有付完 那他给你的guarantee 给自己的受益人 所以这个道理就是Joseph 年金对于保险公司来讲 是保险公司跟这个消费者之间的一个合约 但是年金他的理论是说他怕这个人活得越来越长 因为活到几岁他就钱拿到几岁 这个跟人寿保险的概念是完全相反的 人寿保险就是怕一买了 哎呀赶快 如果说自己就走了的话 这保险公司又要付death benefit一大笔钱了 你讲的没有错 像保险公司的话 他的精算师啊 他在算 他是用metality 就是死亡的一个率 但是呢年金 他是用light expectancy table 精算师他就说你人可以活多长 所以是讲 但是意思一样 但是就是用的不用不同的table来算 那么我要跟你报告一下 就为什么我们说只有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人寿保险 他是说保险嘛 就是说你会死就是一个危险嘛 他保险 健康保险就是你会生病嘛 你生病就也是个保险 他就是有健康保险 汽车你会上车嘛 那也是个保险 那你房子的话会烧掉嘛 也是个保险 那么你年活得太长 这也是一个危险 所以年金也是保险公司提供 只有保险公司提供 嗯好 那么年金到底有哪几种呢 好 这样子 我们以往的年金只有两种 一种叫做Fixed Annuity 那么Fixed Annuity 你从他名字讲 就觉得我们常常叫做就是像CD一样嘛 那么他一般来讲就是 你放进去很安心 他说我给你一个利息 那就所谓的这个差别啊 三种Fixed Annuity Variable Ann 还有Index Annuity 它的主要差别是你放进去的钱 因为年金是有两个步骤啊 你要先放钱进去 然后就开始拿钱对不对 嗯 那么这三个差别 主要就是你放钱进去 它怎么给你 你的那个投资怎么 赚这个利息 或者赚这个Return 有差别 第一种叫Fixed Annuity 就像CD一样 他说你放进来 我每年给你一点多 现在因为利息很低嘛 一点多overcent 那么这种的好处是说 我放进去 我不担心股市 反正我放进去的钱 你帮我就是给我一个百分之二 但是不够嘛 太少了 第二种叫Variable Annuity Variable Annuity 就是保险公司把你的钱呢 他说我不给你利息 但是我帮你投资在股市 或者是Mutual Fund 这种的话就是很好 股市涨了好就很好 股市跌的话 你可能跌光了 嗯 所以这个也有冒险啊 当然有冒险 现在有一种最好的 叫Index Annuity Index叫指数年金 但是最近这过去六七年最夯的 就是大家都喜欢的 为什么 它是这样子 你放进去的钱 他帮你投资在指数 但是呢 他有另外一大部分的钱 他帮你买 那个政府有一种公债 一种公债呢 叫做No Interest公债 就是没有利息的公债 但是他不是说没有利息 他先不够你利息 你比如你放个9万5千块 然后到了年底 他给你10万 也就是他另外的5万块钱呢 你就可以去投资在股市里面 这种好处就是说 你今天有10万块钱 你放在年底里面 嗯 那保险公司你9万5千块钱 他一定给你保证到年底的时候 你这个钱不会亏 但是呢 你有机会涨 所以这个Index 最近大家都很喜欢 那为什么 我放进去我有机会涨 如果股市涨就涨 但是呢 如果股市跌的话 我保本 哦 这种叫Index Annuity 现在最流行的 好 那Joseph 如果这个股市是上涨的 就是刚好这个消费者呢 他是在股市比较低的时候 他就买了这个Index Annuity 那他可以保本 但是他上涨的话 他有一个cap吗 有个限制吗 当然 哦有了 你太聪明了 就是他有一个floor floor就是说保本嘛 对不对 嗯嗯 那么就不会跌 但是有个seeding 上面有个cap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每个保险人都一样 有的5个百分比赛 6个百分比赛 7个百分比赛 对你讲的没错 也就是说你涨 譬如今年如果是 你投资在一个应代 应代的时候 我们就说指数了 嗯嗯 比如说我们有道雄指数 一般用的是S&P500 嗯 这比较500个股 那么你投资在股市 如果今天股市涨8个百分比赛 你只有5个百分比赛 如果他的cap是5个百分比赛 嗯 但是涨4个百分比赛 但是如果亏3个百分比赛 你是0 你不会 哦 其实能够保本 这个是对大多数的人 有经验的人 sophisticated的人 都会选这种 因为自己去expose自己的钱 在股市里面很难说 一点都不受到影响 说不定呢 就像今年的index一样 道琼斯还下跌了 大概18个percent 标普500 14个percent 那是达克稍好一点 大概上涨了1.5个percent 所以在今年 如果买了index annuity的人 哎至少他可以保本哦 是 是至少 好的 那年金的对象是哪些族群 还有几岁最好的年纪 来买这个年金 如果不是一笔负的话 而是installment payment 的话 是 是这样子 我把它分成三种 一种是 譬如年纪比较轻的 就是说 我是界限到差不多50岁以下的人 那么他们是想到就是说 我以后退休的时候 我可能我的guaranteed income 所以是可以不够不够用嘛 对不对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 比如我35岁开始 我每年放5000或者1万 这样子的话 有一种annuity 它说 你放进来 我告诉你 你如果放5000 我告诉你到 比如说到65岁的时候 你每年可以拿 比如说2万3万 它可以帮你算出来的 这种就是已经是guaranteed 你这种annuity非常好 你放进去 这些都是index annuity 嗯 它说你放进来 你到时候 你每年放多少的话 你放5000 你以后可以拿2万 你如果放1万 你以后可以拿4万 它帮你算好的 这种一种 那对象就是比较年轻的 他现在这样 还在辛苦做工作 但是他想到以后要退休 这是有一种原因 另外有个对象呢 就是现在他可能说 哎我其实钱很多 或者我已经establish了 我其实呢 知道我有很多的房子收租 或者我有很多的钱包在银行里面 我不担心就算是放股市跌了 我还是退休的时候 我的guaranteed income 没有问题 有这种人的 尤其你们北加州很多人 他们很厉害的 对不对 那么这种人 但是他说我今天我有50万 嗯 不管这是我的怎么样 银行的钱 或者penshipman的钱 我这些钱呢 我不希望放在银行 银行的话只有1个比赛 2个比赛 太少了嘛 但是我又不愿意投资在股市 因为股市的话上上下下 我这些钱 我今天如果是已经到了五六十岁了 我如果是亏的话 我没有时间再赚回来了 嗯 这种人 那么我们有一种annuality 就是说好你放进来 你知道吗 我们也告诉你 你这个你退休的时候 你可以 我们这个annuality 可以让你有最好的机会 可以拿到最多的那个回收 也是保本的哦 因为是index 但是呢 我不给你guaranteed 也就是说 你没有说到那时候guaranteed五个分线 但是看你index涨得怎么样 但是你至少都保本 但是我给你机会最高 你可能可以一年的话 可能涨十个二十个分线 也就是等于是没有cap了 但是呢 我保本 但是没有cap 但是我不给你guaranteed 你懂为什么 这是另外一种 嗯 还有第三种 我现在碰到很多 我的同学啊 我的朋友 他们现在退休了 他说Johnson 我现在65岁了 我现在退休了 对 那么我的收据室可以只有两千块一个月 不够用嘛 嗯 但是我的41k IIA 我现在拿出来有50万 但是这50万呢 我放银行的话 可能只有2% 一年只有1万块钱 还是不够用啊 但是我放在股市 我跌的话 我没有时间赚回来了 所以呢 我们有这种叫做immediately 比如说immediate 你放进去马上就可以 立刻 第二天或者第一个月 他就开始给你钱 嗯 有这种立刻的 也是保证的哦 你放进去他就告诉你 好 你现在65岁 你比如说放50万 我告诉你 你每年 比如说可以拿3万块钱 嗯 拿到你离开 那如果说我拿2年就走的话呢 你50万你拿6万块 另外的剩下的44万 44万给你的beneficial rate 哦 有这种 所以一般有三种不同的对象 就是 适合不同年纪的人 对 还有不同的想法 有些年纪的人 他说我有很多钱 但是我有这个钱 我是希望就是放在那边 能够保本而能够增值 你要晓得你放他没有就放他没有保本的 嗯 你今天涨就涨 跌的话你自己倒霉 那当然当然 只有annuity 他说你就这种index energy 你涨就涨 跌的话呢保本 好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了fixed annuity variable annuity 还有index annuity 那当然 这些policy呢 都是越随着时间的演变 越亲民 我是认为是更亲民一点 因为以前人的选择 就只有那么几种 那现在的社会的变动也比较大 每一个人的longevity也不同 那就根据最后您介绍的这种index annuity 就是immediately就可以拿钱的这种呢 我又延伸到一个问题啊 那请您用自己的perspective来告诉我们旧金山的朋友们 如果说年纪差不多了 那在年轻也有累积一些income property 他现在想 哎呦要对付这些房客实在很讨厌 现在这些法律呢 也蛮保护房客的 我说够了 那我情愿把我自己的一栋income property卖掉 付了税 我把这个钱来做年金的投资 您认为这是一个聪明的方法吗 是 我给您报告一下啊 我们刚刚讲的annuity 其实讲起来并不是说我今天 我所有的资产就是120万 我全部放在annuity 你可以拿一部分 你讲完全没有错 我一般我的想法 我建议客人 就是建我的朋友 就是说你现在如果是你要退休了 你自己的房子你要 你至少要pay off 对不对 差不多至少你或者你的利息很低也可以 另外 我们中国人喜欢房地产 你需要有一点 你如果能够另外有个一栋 两栋 你收租很好 因为现在在美国还是房地产的投资 还是不错 收租 另外你要有一部分钱 你就像你讲的 如果他有三栋房子 你卖掉一栋 然后把你们的钱 就放在我刚刚讲的 internity 这样你就完全的就是有保障了 嗯 好的 好的 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认为Joseph能在十几分钟之间 把这个年金的重要性特点 还有他的功能用途 还有适合的对象 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在北加州有好几家分公司 范语局谈我们在这个访谈之后 进了第一条广告 上面就有北加州的联络专线 即使是在SIP中 那么Agent呢也都work from home 他们都能够接到您打来的询问电话 非常感谢你Joseph 我们下次再谈咯 拜拜 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哎 汽车和房屋保费又涨 听说范语可以省很大 泰先生一年减少45% 省了957 嗯 真省很大 王泰一年减少38% 省了2416 哦 真的省很大 吴总一年减少53% 省了6033 范语省太大了 范语省很大 因为代理40家以上 A级房屋与汽车保险 迅速多加比较 拿到最高折扣 范语真的省很大 888-831-8868 找范语省很大 自身全面理财师Helen Ho 拥有19年专业经验 谈论当下几种理财策略 Go Game Material Founder 相送解读贷款市场最新变化 以及热销贷款产品推荐 德利洋地产公司 买方经济Annie Watson 剖析房地产市场现状 买房注意事项 以及最新上市屋介绍 5月23 24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漫谈好时光 GMCC万通贷款银行 拥有9家分行遍布南北家 专业高售的运作 灵活多样的贷款方案 与100多家Lending Resources合作 即使Jumble Loan 都可以In-house独立审核批准 放款可至2000万 为顾客提供最专业的服务 最优惠的贷款 5月份 Cupertino Fremont 和Burlingame分行 都会定期举行Webinar 网络开放日 指现贷款经济 必须短信 650-996-1982 650-996-1982 预约 李伟老师结合东方命理 紫薇斗树和西方灵学 阿卡西记录 从天理循环的规律 为您检视个人的生命地图 帮助您面对问题 迎接挑战 进而计划未来 把握自己的人生 达到灵性成长的目的 咨询请致电408-458-0868 408-458-0868 458-0868 听众朋友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Deliang Realty 德里昂地产公司的卖方经济 Audrey Sand Audrey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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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乐 大家好 Audrey 我们非常想知道 在新冠病毒之下的房地产市场 每一天的变化 在五月份 加州Santa Clara County 还有Santa Clara County 是否有新的规定 关于看房子啦 还有买屋子方面 给我们update一下好吗 对 一个星期和两个星期之前 我们Santa Clara County 是不准许 Realty Agent 做任何preparation 任何construction 然后任何staging 所以那就让很多 这边的agent 就是很难去把房子 整理得漂漂亮亮啊 然后把它装修啊 然后再加上你的staging 那时候都不可以做 所以一个礼拜多之前 现在政府说 Realty我们现在可以 开始construction 然后也开始可以做preparation 就是装修啊 还有staging啊 所以前这一个礼拜 很多很多周边的大agent 都开始要prep他们的房子 去get ready去上市 因为大家也知道 从shout term place开始以后 到一直在 现在很多房子都没有上市 然后那个inventory也非常非常少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我们估计在下一个 礼拜和下四个礼拜 很多很多房子会上市 嗯 所以这个对于买方来讲 是个好消息 对于卖方来讲 也是好消息 那关于showing啦 或者是哪一些是可以做的 哪一些还是不能做的 那除了周政府的规定之外 那你们deliant realty呢 也在comply with the law的情况之下 也很creative的想到了一系列的步骤 这个也介绍给我们听众朋友听 好的 没错 那现在我们的shout term place这个 rule 还是不允许我们做任何的open house 你知道open house 大概我们在硅谷做open house 每一个open house 都是有五十个六十个人来过来看 所以人口是太多了 所以现在我们暂时还是不可以做open house 但是大家也知道 在德里洋我们有很多很多律师 也是地毯的律师 所以我们找了一些loophole 就是一些方法可以不去违法我们的规则 做open house 但是呢也会给观众 给大家就是想想买房子的客人呢 可以随时来看 这样子呢我们就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说我们现在礼拜六和礼拜天 从一点到一点到四点 有很多房子我们会邀请客人是walk in appointment walk in appointment 就是说你如果你随时想要看 这个房子我们会有一个人在那个房子里面 会给你access to the house 但是呢我们只能允许一家人每一次 就是at the same time 一家人去看这个房子 如果有三家人同时到哪来呢 我们就会叫那两位家人在外面等待 然后等一家人看完以后 我们的agent呢会用hand sanitizer 和那些去distance at 所有的doorknob 所有被他们碰过的地方 然后我们会允许第二拨人进去 所以我们现在是从从这个礼拜开始到 从这个礼拜六和礼拜天 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一些这些想 不是open house就是叫做instant walk in appointment 这个消息我需要在收音机里面跟所有的买方要讲清楚的 就是不要认为现在说没有open house就真的不能看房 其实是有就是比较flexible的一些方法 还是让大家可以看房 但是还是保持了social distance 也保持了这个屋内的清洁 也保持了个人的健康问题 没错 对现在现在很多人每一次看房子都要找agent去帮他们开门 但是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不想要找其他的agent 让你的agent知道你要再看房子 你可以一半六一半天打个电话进来说 OK我们现在一点半要过来看这个房子 我们就可以让你就是instantly可以walk in这个appointment 嗯好好那这个电话号码呢 让我来跟大家报告650-785-5822 650-785-5822 650-785-5822 650-7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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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 650-823 650-785-821 如果改变了成大家都可以飞进,大家可以继续建计 我们这个礼拜就光泽里扬这个礼拜就有14个房子会要上市 所以我们这个导物在这个月和下个月一直到可能七八月份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房子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让买家可以有多一点选择,多一点选择 所以大家应该要focus在到底这些房子到底适不适合你们呢 然后现在其实利息也非常非常低,然后soft market也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去买房子 我可以说一下inventory,其实改一个比方 inventory在Cupertino,shelter in place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inventory 但是我今天上网看了以后,Cupertino其实有40多个房子已经在asset上面 所以是非常多consideringCupertino 然后Pala Alto呢,我们一共有87个asset listing 那算是也是非常非常多,所以现在inventory已经慢慢的mick up 嗯,Audrey,那您说用Pala Alto来比,那现在的这个87栋的inventory跟beforeCOVID-19 before3月份,before lockdown之前,这个数字是怎么样?很compatible吗?是多或者是少呢? 多了非常多,可能多百分之,都有double 因为那时候March的时候,其实inventory在Pala Alto已经慢慢的减少了 到3月份是一个all time low,4月份也是low 但是到5月中这个时候,你渐渐的看到了很多Pala Alto listing 还有几乎旁边的city的那些listing都已经上市了 所以这些卖家是非常motivated的卖家 嗯,好,其实在这个市场上我觉得最精明的就是房地产的买家 他们永远熟悉,也能够感觉到,也能够嗅觉灵敏的感觉到 what's going to happen next 所以买家他倾巢而出,就表示他对于未来的看法 他是认为非常乐观的 您刚才提了,就是股票市场好的确是非常好 那么在大公司,在高科技公司,很多公司都announced shelter in place 或者是work from home,很多人都喜欢这种work from home 说工作呢,performance又高,但是又没有天天要上班的那种压力 尤其是开车在路上这种压力 哎,他们就觉得家里的舒适和家里的size好像有点不够用啊 就要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甚至要有这个,先生太太都要有一个home office的这种感觉 您觉得这个都是造成买方现在要买的原因吗 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呢 是周恩,你完全是对的 现在很多买家我们看到,来看我们的listening买家 都需要,他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没有extra bedroom去做他的home office 一个是最好的,但是有两个当然是很齐全 因为像你说的,丈夫和太太都会需要一个home office 然后小孩子到可能到这个这一年都没有上学 所以要有一个living room会有大一点的可以让小孩子啊做功课啊 然后玩耍啊,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definitely需要一些大一点的space 很多人买房子现在都是upgrade to larger home 嗯,怪不得 好,那既然这个礼拜就已经有14栋房子要上市 但是,是否我们有这个荣幸可以知道是有哪一些房子呢? 行,我们现在刚好我先介绍几个房子 所以我第一个房子是在Portroller Valley 现在Portroller Valley呢,一共有20个living在asset上面 所以是非常少 所以如果有人喜欢这些Portroller Valley呢 这是一个好机会去看一些好的房子 叫115 Lake Road 它是4个房间,4个洗手间,2800多尺 它是有一个非常非常这种森林的一种feel 哇哦 从floor 去sealing glass doors, glass windows 然后还有一个宿命铺 是非常漂亮 就是现在是listed right under 3 million 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value 嗯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另外一个房子在Redwood City 26 Loma 它是278万 它的房子真的是太漂亮了 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礼拜的Instant Walk-in Appointment 从1点到4点26 Loma Road在红木城 它那个view它在后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deck 它可以有180度的bayview 所以非常漂亮 而且那个deck上面呢还有一个jacuzzi 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entertainment area 然后又非常安静 然后银居也看不到 你的房子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房子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礼拜 嗯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cupertino 大家观众就是cupertino学区非常好 这个cupertino的房子是有一个monna vista 就是cupertino最好的高中 monna vista 的high school旁边 它是五个房间 三个洗手间 是2700多尺 它那个loss size非常大 9500尺 oh wow 后面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suming pool 还有spa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也是一个entertainment home 如果是五个五个房间 所以如果观众有两个小孩啊 他会有extra office room 对 或者两个office 就是in home working 对是非常好一个机会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mountain view 478clinsey drive 它是200多万 它是三个房间 两个洗手间 是在monte loma neighborhood of mountain view 是最好的一个neighborhood 它是1700多尺 它的loss size是5194 所以大家也是 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去买一个mountain view的房子 嗯 最后一个我就说一下 我们的新的construction 在sunnyville 它是839dartshire way 新的construction有四个房间 三个洗手间 2700尺 它的loss size是7500尺 然后大家都知道 new construction都会有warranty 这个warranty就是从四年到十年 都会有不同的warranty 这已经盖好了吗 已经盖好了 是非常摩登的一个房子 也是个smart home 所以如果大家有进去 可以给我打电话 然后问一些详细的 情况好的 那您刚才提到的 这个周末的open house 是礼拜六或者是礼拜天呢 哦 这不是我们 我们不叫open house 因为现在 不是open house 对 对 我们是instinct walk-in appointment 哦 对 礼拜六和礼拜天 如果大家可以有时间 到我们网上 我们会有 advertisement 这个礼拜我们有大概六个房子 然后下个礼拜就会非常多 下礼拜我们可能有十几个 哦 嗯 嗯 对 所以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 是 德令阳公司的网站是 D令阳VOT.com 那要联络的电话 或者是您听到的 今天报告的 众多的listing 其中的 我觉得这些listing都很好 价位又不是太高 听起来loss size也很大 那么也是中规中矩的价位 哎呀 实在是买方的机会来了 请致电650-785-5822 650-785-5822 来询问详情或者是make appointment 非常感谢 D令阳 Realty 德令阳地产公司的卖方经纪 Audrey Sen 感谢你 那你周末要忙咯 谢谢 好的 听众朋友这段访谈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请继续收听下面的房 全美房地产销售冠军 德令阳团队请勤奉上 115Lake Road Pattola Valley 田园风情私家宅院 四房四位2200平方尺 占地面积2万平方尺 要价312万 10816Linda Vista Drive Cupertino 地中海风情打造 优质学区房 五房三位2700平方尺 占地面积9500平方尺 要价300万 详情请致电 免得立阳650-785-5822 785-5822 785-5822 408-800-7798 408-800-7798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 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对于有决心的房地产买家 新冠疫情下贷款成本超低 新的看房安全措施 虽然拖慢成交的步伐 但已排除了部分竞争 成交和销售行情仍然有序进行 疫情过后还是继续生活 到时谁是赢家近看今朝 马尼卡洋5月23上午10点 网上直播新冠期间房地产分析 谈点本周外周机会 以及后疫情的发展 上网greiclub.com 登记报名 或致电408-823-9780 Google Max Real 邀请您加入地产贷款团队 Google Max Real 在地产和贷款领域双双业绩显赫 专业的培训帮助您在地产和贷款双丰收 请来电408-720-6800 408-720-6800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我们回想到自从在农历的春节的时候 武汉封城了全球大家呢 其实都是隔岸关火 因为觉得中国离我们这个地方还很远 也有各种不同的评论 后来呢火烧到自家的门口 自从在2月份就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然后在北加州呢 是在3月16号公布 从3月17号开始实施shelter in place 那这个现象呢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 这个期间呢人的心还有经济各方面都发生了种种的变化 我们接着呢要举办的这场就是社会公益的广播 我们邀请到的嘉宾 他是担任南湾过敏哮喘的诊所的负责人 徐安玲博士 嘿徐博士 徐大夫您好 周乐您好 大家好 安玲给我们介绍一下北加的六个县SIP 已经有两个月了 在这个期间您个人的经历 还有您诊所 从诊所透过病人 发掘到的一些平常都注意不到的一些事情好吗 好的好的 周乐你刚才讲的是你说在你一生当中没有经历过的 在我一生当中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作为一个华医的医生 我从大概一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在看 关心在中国的这个疫情的发展 虽然我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家人了 那当时这个我的病人当中 大概有一半以上是湾区的华人 所以不管是我的病人啊 还是我的朋友 就WeChat上 你就基本上看不到任何别的消息 每天都是在讲疫情的事情 那当然那段时间呢 整个华人社区已经是被大大的Scare了一次 就是中国的疫情当时是这么的可怕 而且没有完全没有头绪 那我当时呢 当然也心中有很多的害怕和疑虑 同时当然我看到中国的那些病人啊 和医生护士啊 还有那些最主要那些病人受苦的情况 只有当时自己都哭过很多次 虽然我们作为医生呢 应该要能够冷静的更好的看病人嘛 但是真的是看那些病人的情况 真的非常难处 虽然都不是我的病人 所以所以我发现我现在的这些 就是我的这些病人群 其实我的华人病人其实从医院开始就受惊吓 一直惊吓到现在 一直惊吓到现在 对 我有的病人 包括孩子 就是父母 从3月15号开始这个shelter in place之后 就没有让他们的孩子出过他的门一步 这怎么做到的 这孩子怎么不闹呢 就是说 还有很奇怪 不光是我的华人的病人 而且还有我印度人的病人 嗯 说这次其实印度这个国家 并没有太大的疫情的消息 但是他们非常的害怕 所以我有好几个病人 看我尤其是小孩 他觉得喘不上气了 因为家长不知道他是不是哭喘 其实问了以后就觉得这个孩子 就是心情有问题了 吓的是吧 吓的 或者他就被困在家里憋的 嗯 我觉得是憋的 那当然最开始的时候 然后在从中国传染到美国之后呢 这个疫情一下到美国变得非常的厉害 嗯 这个我们就觉得是从大洋对岸的火 一下就烧到我们自己的家门口了 嗯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在3月初的时候 我就曾经有过两次的高度疑似病人的exposure 第一个病人结束之后呢 我就在家里自我隔离了 你是因为有感觉吗 当时是没有感觉 但是那个病人 他是哮喘发作感冒生病 然后他看完我 当天下午他给我打电话说 他小孩的daycare的老师 就是他班上那个老师 刚刚被诊断新冠病毒 哇塞 我刚跟他面对面见面 口罩也没戴 什么也没有 就是3月初啊 嗯 所以我当时没有感觉 但是我在家里就已经隔离了 我就自己住在一个房间里 用另外一个出口 除了我们家 跟孩子和家人没有接触 然后呢 第二个礼拜 一个礼拜之后就遇到了第二个高度疑似的病人 刚刚从新加坡 说日本和那个印度回来 旅行史 有旅行史 旅行史 然后回来以后发高烧 校场发作 他校场非常厉害 我们是进去看了他以后 他才告诉我们说他有旅行史 嗨 哎呦 那时候一个印度病 我当时就退出来 叫我的MA赶快就离开这个区域 然后我就自己穿上所有的这些保护 个人保护的东西啊 面罩啊 口罩啊 进去 因为我得要make sure 他的肺还可以 他不需要进医院 嗯 然后我看完他之后 两天之后 我自己就开始发烧了 是吗 而且那时候3月份的时候 现在回想起 我就真的觉得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 3月初的时候 到处都不给做测试 没有嘛 很少 对你医生也是这样吗 医生也是这样 病人也是这样 我当时发着烧咳嗽 给这个病人打了好多好多的电话 包括Center College的公共卫生局 都最后讲到他嘴巴嘴巴 他说这个人应该做测试 我说那我到拿 送他到哪里去做测试 他说你找到哪里就去哪里 这叫什么话呀 真是这叫什么话 他大概 他也不知道 他就这么说 他就是这么说 所有的医院都不收他 就没有人愿意给他做测试 没有一个地方 嗯 他是一个印度女生 人很nice的 他有一个80多岁的妈妈 还有一个90多岁的老爸爸 嗯 都是主要是他来照顾的 但他很像是妈妈还是爸爸 还有老年痴呆症 所以他就是因为他发烧了 他已经两周没有去照顾他的父母 哇 他说我爸妈妈会死掉的 真的 不管是我传染给他还是没人去照顾他 所以这位女士我实在没办法 只要有一天就自己冲到了 Good Samaritan医院的ER 就冲你去了 哦 对哦 他夜床 有用吗 他夜床医院的ER有用 当时他们是不愿意收他 就是说他也没有说需要住院 因为他已经开始有点好转 他校场还是非常非常厉害 但是已经不需要住医院的那种 那ER就不愿意收他 但是他走之前给我打了电话 他说我今天晚上就要过去了 我不能再等了 然后我就给ER 给Good Samaritan医院打电话 我一直打的他ER的主任的那个医师 我说你一定要做这个 他说不肯做 然后我说这样我告诉你 我们都exposed 我们都生病了 我是Good Samaritan医院的医生 你不做这个病人 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继续下去 所以后来反正就是苦求了一段 最后是他们就说 ER没有准备好 让他半夜十二点 在寒冬当中站在ER门口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站在外头 简直是不能相信 准备好了 然后把他带进去 给他做了测试 然后我们就开始等 因为我生病了 我就彻底在家里隔离 我也没有地方做 没有人给我做 我是医生 看了病人生病了 高度医生的病人 都没有地方给我做 然后后来我 你都没有特殊待遇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谁都不愿意给我做 然后因为我没有那么sick 我就是咳嗽和发烧而已 后来我是去Google的那个 刚刚开始的Google的那个 Drive through测试 我大概是他们前五个病人 什么之类的 我是在那做了 后来等了大概七天 最后我的结果negative 他的结果也negative 但我们俩已经都好了 哇哦 那个女病人的结果也是negative啊 嗯 也等了七天多的时间 哦 要七天多的 因为她的那个单口 都不知道送到什么地方去 送到哪里 转了多少圈 最后回来 说她也是negative 是是 终于松了一口气 啊真的是 三月份 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 都是非常difficult 恐怖的 恐怖的 非常惊恐 呃其实我想想过去两个月 sheltering in place 我最苦恼的 也就是第一个礼拜 第二个礼拜 第三个礼拜 前一半的时间 前三个礼拜 对我来讲是非常痛苦的 我也经过了说 哎觉得呼吸这个喉咙 好像有点火烧火燎的感觉 或者说我现在有没有发烧 我觉得热 哎 然后呢 我甚至我们那边 礼拜三是收垃圾的 后来说哦呦 还要把垃圾拿出去啊 不拿不行 结果很last minute 拿过去就看到收垃圾的人 经过我家 我就很感动的深深的对她 绝了一个宫 还给她敬了一个礼 后来那个人就笑了一下 其实她不知道 我真的感谢她 我就想在这种 不知死活的岁月里面 还有人冒着生命的危险 来肯替我拉垃圾 你说我是多么的感激她啊 那个时候是到这个地步 Essential workers Essential workers 那时候 那时候还有就是grocery store的这些 这些工作人员呢 他也是冒着危险 哎呀 不然的话我们到哪里去 买到青菜 买到牛奶 鸡蛋和这些肉类呢 还有这些运输的人 当然还有所有的医生和护士 和各方面的 经过这一趟 你才会觉得说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 很多被我们take for granted 而且不光是我们的家人 还有我们周围很多service的人 包括医生和护士 也包括很多这些 我们认为是 也许是blue color啊 比较频繁的工作 是 他们这种摆上这种奉献 没有他们 我们就没有现在这样的生活 的确是 那我们接着呢 我们就会在工商资讯回来以后 来听一听 两种人是一种是在前线的医疗人员和他们的家人经过的是什么 另外一种受到影响很大的就是劳工阶级 他们就是靠每小时拿多少钱 其实像美容院啦 指甲店啦 这些他们都关到现在 想想看他们怎么样去付他的房租或者怎么样付他的房贷 还有他有一个店面的话 他的房租要怎么办 这些问题都还是持续是一个问题 每一行每一业哈 通通都受到影响 疫情之下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受到伤害 好听众朋友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回来以后继续探讨 GMCC万通贷款资深贷款经济账码 凭借丰富的贷款经验 专业的知识 真诚服务广大客户 提供各种贷款方案 帮您实现买屋梦 降低利率 更帮助了客户实现投资的梦想 月月一对一资讯 请致电账码 4088583198 GMCC5月份推出51万以下 confirming贷款重贷利率 30年固定自住房 2.875%APR 以及jumbo conforming 725000贷款额 自住房15年固定 2.625APR 无任何费用 请致电降码 4088583198 Helen Ho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的为个人公司及团体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下谈详情 对于有决心的房地产买家 新冠疫情下贷款成本超低 新的看房安全措施 虽然拖慢成交的步伐 但已排除了部分竞争 成交和销售行情仍然有序进行 疫情过后还是继续生活 到时谁是赢家近看今朝 马尼卡洋5月23上午10点 网上直播新冠期间房地产分析 盘点本周外周机会 以及后疫情的发展 上网greiclub.com 登记报名 或致电408-823-9780 Rebecca Lim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以资深的经验 和丰富的房源 服务玩区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im 您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720-6800 408-720-680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徐安林医师 安林您好 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个后半场呢 是社区公益的广播 那从不同的人的嘴巴讲到 他们对于COVID-19的这个感想啊 也是令人非常动容的 容许我先说一下 因为26台呢 他们的这个电视台 其实他们的广告也被cancel了非常多 在三月份四月份 但是有生意比较好的做的比较多 广告的就是殡仪馆还有墓园 那为什么讲到这个 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现象啊 那就是说我们在亲戚朋友里面也经常讨论说 我生病千万不要在这个时间生病 即使不是得到的是coronavirus的肺炎 但是你生别的病 是否还能够得到很好的照料 如果要去世也不要在这段时间去世 我认识三个有的是间接的朋友 有的是别人认识就讲给我听 都是在这段时间去世啊 那叫一个可怜呢 我在空中讲 不可以参加 不可以参加 就说也没有memorial service 也没有任何仪式 也没有任何仪式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觉得真的是很悲痛 所以真的在每一个个别的案情后面 都有一个非常心酸的故事 那我们请徐代夫来讲一下 美国的经济容不得一直都不open 不open真的会饿死 经济不动没有收入 任何公司大小企业 只要一个月不运转 都已经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了 更何况你说三个月 所以现在一直酝酿 哎 周管周的 就说phase one phase two phase three 关于这个话题啊 我在最近一个礼拜 实在是没有太多的听 因为我觉得已经很烦了 我希望徐代夫是在接再厉 对这个phase one phase two phase three reopen的这个话题 来告诉我们一下 就是具体的这个phase one phase two phase three呢 好像不同的州会有和不同的county 都会有一些自己不同的interpretation 那当然就是说 essential service在shelter in place的时候 其实还是允许 继续的像周的这个电台 然后还有 我天天都上班 天天都上班 天天都上班 您是这个minority啊 Lucky minority Lucky 谢谢你 谢谢你 不过我们都是take shift的 我来上班 跟同事上班的时间 我们都区隔开 他们都走了以后我才来 open up一定要open up 他不open up的话 那整个的经济 大到全国经济 小到个人的这个家庭的经济 都会有致命性的打击 那到时候是多少人会因为饿死 或者是没有加了流离失所 多少人是因为新冠病毒而死了 所以作为一个国家和州 他必须要衡量这样的东西 我不太清楚这个phase one 所以我跟你一样 我最近也都没有再怎么读了 但是其实像我们周围的这些医生在做的事情 我们都在open up 因为说句实在话 一个就是说我们作为医生 作为一个business 我们不可能stay close for so long 对 我们也是一样的要有房租要交 不仅家里有房贷 而且诊所的房租要交 然后这个联工的工资要付 所以这个呢做一个business 我们必须要continue 没有办法afford抑制封闭 这不可能 我觉得医生在这里面 事实上是很可怜的医区 嗯 我们探病的时候是最高的风险 对冒着风险 冒着风险 但是因为很多我们的business被关闭了 嗯 所以我们的revenue降低 所以我们在这当中在美国的医生 都是go through pick up 或者是不拿工资 所以这是插出题了 还有一个就是说 有些病人比如说 他hip replacement 或者他心脏病要发作 他需要有一个心脏 对呀 我今天有一个病人 他就是腰正好这间盘突出 就在这个时候 嗯 他是不能动 我是看他看过敏 他说我过敏都ok 但是我现在太难受了 他不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着 嗯 他每一分钟都疼 嗯 医生都不看他 最开始的时候 现在只好给他打了几针 嗯 现在他得要回去做手术啊 他不做手术 他没办法 就是行动下去 他就会残废了 所以像这些我们必须要open up 我觉得全国的这个来 可以从医生open up的角度来 学到一些东西 因为医生其实对于肌菌啊 病毒啊 我们一直在跟生病打交道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们对我们对这方面的意识 还是比较高一些的 所以你说我们做手术 比如说做手术 如果大的手术是怎么样 他会要求你在48小时之前 先做一个COVID的test 嗯 test结果negative 你就可以进去手术 那当然大家要有防护 所以我觉得open up 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有available的test 对 就是你如果有test available 你可以test people 然后他们可以回去工作 然后甚至如果比较多的话 你甚至可以 比如说两周到四周 或者两三周 你可以test你的工作人员一趟 对啊 这样子就会有效的控制 不然的话 我觉得没有一个很好的test 说reopen 这个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就是这样 对 这个是三个T里面的第一个T 就是test 其实美国 我们就讲加州好了 加州到现在 还是不能够充分供应test kit 还是不行的 对 还没有那么popular 所以我经常都觉得美国这个 这件事情暴露了它的外强中干 真的是让很多人都不禁唏嘘了 那第二个T就是treatment 得到了以后 测试了以后 如果真的有的话 这个treatment的医疗设备够够不够 PPE够不够 我觉得treatment呢 虽然现在都没有一些conclusive的这个treatment 就是说啊什么东西是个神药 这个没有 而且我觉得不太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 就是有一个奇迹般的药 OK 这个不会有 但是其实现在对于新冠的病毒的治疗 已经有其实有一套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我经常在这些医生里面听 其实像Cloroquine它是又在用的 它会也许可以减少这个从轻症变成重症的这些病人 这个Ramdesivir这个药它是在用的 你不要等到这个病人已经 最后一天的时间你再给他 那当然不会有效 但是Ramdesivir曾经有在那个纽约的医生 就说他们就是一看这个病人眼睛不对 所以药进ICU了马上就上这个药 那个医生就说他在一周之内没有一个病人插管 哇 这帮助很大 就是Clinical evidence就是这样 还有这些病人发现有很多 事实上是有血栓的问题 所以这个病毒它不仅是造成肺炎 它其实比肺炎更加广泛 有血栓的问题 哇 所以现在所有新冠病人的病人 只要你住院他都会给你 就是Clinical evidence就是让你有披湿血液的治疗 所有这些都会降低病人不好的 outcome 或者是死亡的几率 这是我觉得 其实我们可以慢慢比较放心的一个地方 在整个Bay Area的医生有一个doctor的这个association 那个时候也面临缺口罩啦 缺这些西友的啦 对 那么你就是这个organization里面的co-chair 那你是在这种情势之下 你也主动的拉下了脸皮 向很多人去募捐口罩的这个事情 然后outcome怎么样经过如何 是我是南湾女医生协会的联系会长 是这两年的 然后我们的医生当中真的是工作在第一线的 没有当时那三月份的时候没有PPE 没有口罩没有任何的东西 就是戴着个布口罩就冲上去的这种 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很很伤心 所以当时要买到处都买不到 我们想给我们的会员买一些 都卡在哪里进不来 所以当时我就没有办法 我就拉下这个脸皮 在WeChat和Facebook上面就求 就是求我们的社区 看有谁能给我们兜那些 当时我的目标是2000个口罩 我们用100多个会员 我说能够有20一个人20个口罩 都能够解一下燃眉自己 然后可以用一下 结果我出来了以后 就是在一个礼拜当中 我们的华人社区我要真的站这里 给所有人单鞠躬 我真的是要鞠躬 我要谢谢你们 你们真的是爱心 爱心是超级的 我不管全美国的政客怎么讲这个华人 我们华人社区是非常非常有爱心的 你们真的是非常伟大 我要的是2000个 我在一周之内拿到20000个口罩 全部都是州内的 全部都是州内的 很多这些人我都没有见面 有的就是放在我家门口 有的是送到我的诊所 有的是我到他们家里头去拿 有几百个的 也有一千个 几千个 然后有上万个的 其实我都没有见到面 但是他们是这么的好 他这儿看了我 就我在六天之内拿到两万个口罩 我们把这些口罩给了我们所有的那些医生 我有一个医生的会员来了 拿了两颗口罩 在我的诊所里挥着就跟大家说 你知道这些什么意思 这些医生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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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要说的 不是谢谢我 或我们的社会 我们谢谢你 我们的医生 我们的医生 我们的湾区 的华人的医生 真的是谢谢你们 在这样的时候 感谢 我现在听到徐大夫的声音里面 略带哽咽 可能你又激动起来了 我那段时间空了很多 是 那么我也在空中代表所有的朋友呢 要跟我们自己的中国人说一声 受苦了 谢谢你继续执行我们的大爱 我们坚强下去 我们一定会赢 谢谢徐大夫 也谢谢听众朋友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才今天立即主持人的品尝 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请不吝点赞 非常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